大变土石和树干残枝倾倒在路中间 基隆新峰街海中天社区外 台风过后的场景让住户好心酸 但说到新峰街 它是去年基隆房产热门交易路段前三名 像这样容易有灾情 但房市交易仍然火热的地段 同样在基隆还有这里 像是安乐区的激进一路 就是热门的成交地段 因为这边邻近交流道交通非常方便 不过这边地势低洼 上礼拜大雨就积淹水了 而且还淹到半个轮胎高 基隆新岸房价不受影响 至于低洼地带或旧基隆市区的中古屋 行情受到淹水的影响会比较大 只是因为这些区域 房价本来就属于低水位 单平落在约二字头 所以价格恐怕是低无可低 就算今天房价上面 可能也有一些低无可低的情况 可能也要去注意 它可能在代售时间上 也会拉得比较长 过去才是淹水热区 近年游黑翻红的经典案例 就是细致 有细东线捷运话题 加上淹水状况改善 近五年细致整体房价 以上涨百分之三十四 可以说是建设未到 就偷跑寒涨 基隆也有基隆捷运新建的题材 近年的包含七堵跟暖暖等地区 房价都有明显动起来的状况 显见淹水并不是房价 会不会涨跌的最大关键 淹水不再是最大口粮 或许对买房族来说 房价才是 赛利兄 陈世兄 李亚切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亚切